《字幕》 跟吴嘉雅乾糟大梨 在一起多久了 半年 那一带也挺 吵到你 應該也挺 差不多了啦 有個底液在問 這不是打瓜嘛 我做雞生有5年了 從18歲到現在 在二十三歲 知道這條路踏進來 應該就沒有辦法回頭了 我記得我當下 我還抱著我媽媽哭 崩潰那種說我不想搖 公里都會有直播影片嘛 那信眾都會在底下留言說 張詩姐有沒有男朋友 有沒有男朋友 但就是回答沒有 每一次的影片都會有人問 但每一次都回答說沒有 不然就是問說 詩姐的男朋友的條件是什麼啊 這樣子 比較重要的條件就是 你要能夠接受我在這一塊 就在修行路上 因為畢竟我會要花很多時間 在這裡幫忙或服務 那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去陪男朋友或者怎麼樣 所謂的談人 我會像一般女生就是好像很嬌羞 然後嬌滴滴的這樣子 我的行為就是大辣辣的 然後我也不會顧什麼形象 女生嘛都會有慾望 看到自己想買的東西 就會有那個少女心噴發的感覺 就哈哈想要這樣 就這時候我也沒有這麼像男孩子 不能像別的女生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或者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做任何事情前都要三思 不然都是要問過 也不能去一些太奇怪的 對對深色的奇怪 一般像我們唱歌啊看電影啊那些都還好 但是不能太過量 對深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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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心裡都有個底 就是知道這條路踏進來 應該就沒有辦法回頭了 我記得我當下我還抱著我媽媽 哭崩潰那種說我不想要 聽了很多師兄姐他們的經歷啊 那我就想說那我試試看好了 對我試試看 我為了自己好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幫助更多人 所以我願意 每當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要接觸到新的東西 像洗箱啊或操保 你就會心裡會有些抗拒 但是你知道會就是避免不了 會怕啊當然會怕啊 第一不是 其實怕留八是還好 但是怕痛 既然你選擇了這條路 你就必須硬著頭皮把它做 但是其實久了也就習慣了 因為像我有卸足腫的體質 所以我的背後就很多那種 凸凸的疤 下架都會沒有什麼意思 那意思是模糊的 當下可能會知道一些 但是等它退架之後 就會被它帶走 像平常我們做功課 靜坐的時候 那就都有意思 因為那個下的比較淺 因為它只是要調你的身體而已 或者是教你一些東西 淨槍或是什麼大型活動 就會下的更重 所以這就真的可能就會沒有意思這樣 有時候會想起來 欸剛剛我到底在幹嘛 那是不是有什麼信眾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都會想不起來 講一個卡因的好了 一個阿嬤 她剛開始來的時候 她是很害怕的 抓著衣服 抓著外套 然後不敢進門 外面我就處理她 處理她把她 就是 身體裡面那些 不好的東西給送走 結果因為我們還要去她家裡面 看看房子 我第二次見她說 她就很開心的 還可以在那邊煮飯啊什麼 那時候看到就 哇 就是很欣慰這樣子 會有很多生病的心狀來問事 那當然他們來獲 就是真的 有幫助他們的時候 因為有關到 生病就有關到生死嘛 那能幫助他們 就會更開心這樣 這個名字不好 對 差勁到不行 這條路真的實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你一定會有受挫的時候 也不會說真的很好違走了這條路 因為畢竟是自己選擇的 做好我現在能做的 就是每一件事情 能越來越進步 成為像公主那樣的人 對 然後就是幫助更多人 就這樣